欲为杀神的男人挨了一巴掌 却露出了病态满足的笑 只要主人高兴就好 沃雷克从小就盯上了他的主人亚兰斯 偷偷拿走主人的脏衣服疯狂文秀 长大后他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趁主人虚弱期溜进卧室占便宜 他是引诱同性的异教徒 烧了他 这样肮脏的东西还想做我们的国王 恶心 呸 烧死他 亚兰斯脑袋被砸出了血 疯了班为自己辩解 由于沃雷克频繁地溜进卧室 亚兰斯梦魇的次数也愈发多了 他恐惧被人触碰身体 每当这时候 沃雷克总能第一时间出现 主人 您是做噩梦了吗 不等亚兰斯开口 他直接上前 您还好吧 主人 伸手想要触碰 亚兰斯冰冷的声音止住了他 与你无关 沃雷克连忙收回手 您今天约了和长老们的圆桌会议 要我侍奉您穿衣吗 沃雷克小心地为他披上外套 抬手刚准备将他的头发放好 他手指的温度碰到了亚兰斯的脖梗 亚兰斯的脸上一僵 反手直接对着他的脸甩了一巴掌 沃雷克揉了揉发疼发烫的脸不紧 主人 我哪里做错了吗 亚兰斯冷冷瞥了他一眼 我是主 你是仆 我想打就打 有意见吗 沃雷克连忙半跪在他面前 显得无比卑微 不敢 待亚兰斯离开 沃雷克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背影 扶过刚才被打的地方 露出一抹病态满足的笑 主人高兴就好 会议上 众长老都在恭维亚兰斯的强大 这次国王选举一定十拿九稳 亚兰斯面无表情地玩弄着匕首 既然我强这么多 为什么鲁斯长老还要投靠宋雅各城呢 其他长老一脸震惊 你竟然背叛了领主 鲁斯虽然震惊却依旧有恃无恐 你知道又怎样 现在这里 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 话音刚落一个人头甩到了他面前 不好意思 你的骑士团 好像没了 沃雷克扛着配件面无表情地解释 脸上和身上还沾染着鲜血 鲁斯恐惧又震惊 怎么可能 沃雷克居然一个人单挑了一个骑士团 不过众人很快就失怀了 他可是狼王 单挑一个骑士团有什么戏气的 鲁斯颤抖着身体跪在了亚兰斯面前 领主 我知道错了 看在我侍奉您这么久的份上 可亚兰斯却只甩给他一个匕首 你自我了断吧 冰冷的声音伴随着幻童树 鲁斯不受控制地拿起匕首对准了自己的大动脉 他努力想要反抗却无骨 不要 求您 领主大人 亚兰斯面上毫无波动 血液喷涌的那刻伴随着鲁斯痛苦的哀嚎 都看好了 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 众人连忙表忠心 唯有沃雷克注意到亚兰斯的异常 他在抖 是又被能力反噬了吗 男人表面上是杀神士忠犬 背地里却一心只想钻主人被窝 亚兰斯再次使用幻童产生了副作用 沃雷克又能占便宜了 可亚兰斯还需要维持威严的形象 众臣甚至不敢抬头看他 更不理解鲁斯为何背叛 毕竟亚兰斯的幻童本就是幻蛇一族中最强的 身边还跟着沃雷克这个杀神 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离开大殿 沃雷克直勾勾地盯着亚兰斯的背影 来到马前恭敬的地上马鞭 主人请 亚兰斯刚接过 他就顺势搂上了亚兰斯的腰 主人小心 这个熟悉的触感 亚兰斯脸颊涨红 随即立刻阴沉着整张脸 下一刻鞭子直接甩到沃雷克身上 放肆 谁准你这样扶我的 将人抽倒 亚兰斯仍觉得不解气 偏偏沃雷克一脸无辜 那我应该如何扶你 亚兰斯垂下了头 爬过来 沃雷克疑惑不解 但依旧乖巧地爬到他身边 是 主人 亚兰斯抬脚踩上了他的后背 节奥又冷漠 以后就这样侍奉我上马 记住了吗 众臣不觉抽气 打击不小吧 然而背对着众人的沃雷克 却露出了病态满足的笑 前程又痴迷地盯着亚兰斯离开的方向 遵命 主人 到了寝宫的亚兰斯 特地叮嘱守卫不许任何人进来 关上门他的身体开始发抖 疼到冷汗沉沉 又来了 童树使用过度的后遗症 头好疼 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一个亮枪蹲在了床边 甚至没有力气爬上床 沃雷克来到了门口 让开 守卫谨尊亚兰斯的命令 领主说了不许任何人 话还未说完 就被沃雷克嗜血冷漠的眼神止住 来到亚兰斯身边 沃雷克却换了一副模样 主人 主人您又发病了 见他靠近自己 亚兰斯极其不悦 谁准你进来的 沃雷克不管不顾地拉过他 我得到了针对您头疼的特效药 您要不要试试 说着直接味到了亚兰斯的嘴边 喝完亚兰斯终于能正常呼吸了 这是什么药 从哪来的 沃雷克眼神骤变 都喝了才问我 您也太信任我了吧 亚兰斯气得咬牙 还未来急训斥 意识就开始模糊不清 视线的最后只剩下 沃雷克上扬的嘴角 主人 你太累了 好好睡一觉吧 沃雷克贪婪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可亚兰斯依旧存在触感 总有一只不安分的手 在胸口来回拨弄着 沃雷克痴迷地盯着他的睡脸 睡着的主人好乖呀 终于不再抗拒我了 男人被最忠诚的手下视为了猎物 亚兰斯虽然昏迷 却依旧拥有触感 羞辱 不甘 想要反抗 最终捂着脖梗醒来 浑身冷汗沉沉 没有人 难道一切都是梦 首尾看到亚兰斯难看的脸色顿时一惊 沃雷克昨晚什么时候走的 首尾低着头不敢看他 沃雷克大人他 给您送完药后就离开了 亚兰斯问起沃雷克现在在哪 首尾想了想 沃雷克大人今天休假 应该是又去教会找圣子了吧 听到又去 亚兰斯不觉皱眉 想着以前他明明休假也会陪着自己 还开心的解释 守着主人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现在竟然有些失落 看来他现在也有自己的假期了 甩去思绪让首尾离开准备马车 首尾本以为他要去教会 可亚兰斯却选择先去莫迪监狱 监狱里一黑一白的两只手相握着 黑皮男子看到亚兰斯显然有些惊讶 随即激动起来 领主大人 您现在正是选举的关键时刻 您不该来这种地方 亚兰斯面上不忍 没关系 毕竟你们曾经也是我的下属 抱歉没能保下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医院吗 我可以照看你们的家人 提到家人 黑皮男子像是被抽去了所有力气 不 不必照看他们 因为 正是他们举报的我们 这话令亚兰斯震惊 心情沉重又复杂 最终还是路过了教堂 亚兰斯透过车窗看到了沃雷克 原来对别人也能笑得这么开心吗 内心莫名不爽 亚兰斯叫停了车 此时的沃雷克还在不停地感谢圣子 圣子大人给我的药果然管用 主人喝了以后睡得很沉 头也没有再疼了 突然身后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沃雷克像只开心的钟觉 主人 亚兰斯直接无视圣子的招呼 气冲冲地凑到沃雷克面前 我刚好路过 要一起回去就跟上来 沃雷克早就被勾走了三魂六魄 紧紧跟在亚兰斯身后 主人你是专门来接我回去的吗 圣子被两人忽略了个彻底 居然无视人家 好伤心啊 亚兰斯刚坐进马车就开始算账 你经常来这里找圣子 沃雷克一脸吃汗的解释 我看主人最近总是头疼 所以来向圣子要治疗头疼的药 亚兰斯莫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来求药的 沃雷克连忙跪在他面前 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亚兰斯昨晚喝完药的感受 亚兰斯只记得那个荒唐的梦 红着脸轻声回了句还好 沃雷克盯着他悄悄松了口气 随后将头埋在他的膝盖上 露出痴迷又疯狂的眼神 那主人今晚也记得喝药 看似中全的男人 被地里却为了得到他的主人不择手段 沃雷克趁着亚兰斯虚弱气溜进了他的卧室 占尽了便宜的沃雷克依旧不满 他在亚兰斯戏上露出病态的耻笑 那主人今晚也记得喝药 亚兰斯无情地一脚打碎了他的幻想 你就这么相信那个圣子 被主人踩着胸口 这个答案令亚兰斯莫名不爽 气息相似你就相信 那你忠诚的是我这个人 还是我的气息 沃雷克用双手小心地拖着他的脚 当然是主人本身 说着吻上了他的鞋尖 我永远只会对主人忠诚 这个举动惹得亚兰斯脸颊一热 红着脸傲娇地撇过头 你最好是 回到请殿 亚兰斯吩咐他准备热水沐浴 沃雷克立刻兴奋起来 无比期待地盯着亚兰斯 要我服侍主人沐浴吗 亚兰斯狐疑地瞥了他一眼 无比 你就守在外面 可惜他没看到沃雷克肉眼可见的失落 沐浴本是见放松的事 可亚兰斯脑子里总是那个梦 为什么会做那种梦 为什么看到他对别人笑心里会不舒服 难道 真正生了歪心思的人 是自己 想到这直接扔掉了手帕 可恶 马上就要国王竞选了 这时候万一被当作一教徒 突然门口开了一条缝 亚兰斯眼看着自己的衣服被偷偷拿走 沃雷克痴迷地闻袖着 是主人的味道 眼中透着兴奋 心里想着主人的模样 突然他的一想被打断 沃雷克抬头就看到一脸阴沉的亚兰斯 顿时惊慌无比 主 主人 亚兰斯抬腿想要给他一脚 又见沃雷克抬手囊脸的动作 脚愣是停在了距离他脸一尺的地方 他小时候不也有这种习惯吗 那时候还觉得很可爱 现在怎么就 果然是自己想歪了吗 亚兰斯面上迟疑不定 可沃雷克的视角看他 鼻血瞬间喷涌了出来 亚兰斯被他猥琐的表情吓得一惊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将他踢飞 果然还是该打 到了卧室 亚兰斯拿起了沃雷克送过来的药 昨天吃了以后 头疼确实有所缓解 仰头喝了下去 刚喝完就昏睡了过去 突然一双手拉过他的腿 沃雷克放肆地盯着他的脸 痴迷地揪了一口他的腿 刚才没有看过 再让我好好欣赏一下可以吗 主人 男人表面上是中犬是沙神 背地里却偷偷钻主人被窝 亚兰斯刚陷入了昏睡 沃雷克就悄悄溜进了卧室 亚兰斯的触感依旧在 伸手想要推开他 对方却越凑越近 指尖不绝用力 沃雷克嗤痛一声 胸前布满了抓痕 亚兰斯所有的意识都在抗拒 惊醒时还心有余悸 大口地喘息着 浑身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沃雷克迅速奔到床边 主人 发生什么事了 扶起亚兰斯忍不住将他揽进怀里 凝出了好多汗 是做噩梦了吗 亚兰斯看到他的胸口眸光一致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抓痕 沃雷克心虚地扯过衣领 这个 可能是和其他士兵切磋的时候弄的吧 听完他的借口 亚兰斯死死盯着他 沃雷克不觉有些紧张 亚兰斯接下来的话让他松了口气 下次切磋小心点 以为糊弄过去的沃雷克低头乖巧地答应着 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亚兰斯抬脚下床 却因为腿软直接倒在了沃雷克怀里 使不上力气 亚兰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腿软 沃雷克一脸无辜 主人你没事吧 想到那个梦 亚兰斯瞬间红了脸 沃雷克抬手蹭了蹭他的脸 发烧了吗 脸怎么这么红 如此放肆的举动令亚兰斯又羞又猛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滚出去 沃雷克一脸丧气地站在门口 又惹他生气了 穿戴好的亚兰斯又恢复成了以往主族的姿态 跟过来 带你去个地方 此时亚兰斯最忠诚的两个部下 正在被民众绑在一起实行火星 沃雷克一脸疑惑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亚兰斯看向两人洋装平静 他们俩恋爱的事 被人举报到了教会 马上就要以异教徒的身份被处以极刑了 这个结果沃雷克无法接受 他们只是相爱 又有什么错 亚兰斯盯着要被处刑的两人 没错吗 可为什么 民众们都巴不得他们去死呢 说着便拉开了手中的弓箭对准了两人 这就是跨越雷池的下场 沃雷克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剑射穿了两人心脏 某种满是不可置信 台上的两人没了声息 民众们欢呼雀跃 射得好 不愧是亚兰斯大人 亚兰斯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只能在心底默默道歉 救不了你们 只能尽量让你们走得不那么痛苦 这一幕刺痛了沃雷克 主人今天为什么要带我来观星 亚兰斯没有回头 怕他会看见自己眼底的波动 当然是为了提醒你 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沃雷克声音骤冷 为了在民众心中提升威望 为了在国王选举上得到更多支持 你就可以亲手射杀效忠你多年的手下 这还是沃雷克第一次用这种口吻质问 亚兰斯抬手就要给他一掌 放肆 结果却被沃雷克抓住了手腕 你竟敢 沃雷克浑身煞气地逼近他 所以他们 是你举报的吗